苏贞昌有个女儿叫苏巧慧 这个人在大陆有诸多金主 通过苏巧慧这条线长期向民进党输送政治现金 赚中国人的钱来撕裂中国 简直可以说是活着的卖国贼 他独头目苏贞昌有多猖狂呢 他已经猖狂到打从心底认为吃中国 饭杂中国过是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 他丝毫没有感到有何不妥 反而还觉得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 甚至以此为荣 四处吹嘘 台道著名分裂报刊美丽道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九 曾在采访时公开表示 在大陆至少有18家大型台企 长期向苏贞昌妇女士好并输送所谓的政治现金 他还表示其中给钱给的最多 给钱最积极 生意做得最大的就是台远东以及台润泰 分裂报刊美丽道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表示 得益于台远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庞大生意 以及台润泰 在中国大陆长期经营的有利人事人脉关系资源 苏贞昌大腿很粗 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 金台元100万元以上的单比公开政治现金就接近40笔 主要输送给了苏贞昌所在的民进党 其他暗中的幕后资金利益输送情况恐怕只会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在两岸关系稳定时 这些台企以政治现金式台岛制度 常态惯例为由持续向台政客输送利益 鉴于两岸目前的制度文化不同 所以长期以来大陆监管部门也没有对这些台商及台岛政客的利益往来进行过多干涉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苏贞昌已经被明确列为台独分裂势力 已经上了黑名单 去年11月5日国台办公布中国政府严惩顽固台独分子的措施 在这份公开的承接台独顽固分子的黑名单上 苏贞昌 吴钊燮 游熙昆赫然在脸 也就是说 过去台企给苏贞昌派息政治现金还可以借口说是党媒惯例 但现在却不行了 现在台企若再给苏贞昌派息政治现金 兴致就变了 变成了赤裸裸的支持台独 再给钱的话 那可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目前上海 江苏 江西 湖北 四川等地执法部门已经同时展开联合行动 突击检查台远集团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 面对已经查出的问题台远集团共认不讳 表态愿意接受处罚 但事情才刚刚开始 对台远集团的联合调查大幕才刚刚拉起 深受刺激的苏贞昌在外眉跳着脚大骂 造谣受中国大陆为了发展军力而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福利 导致中国老百姓冬天只能在路边检树跟烧活取暖艰难度日 苏贞昌的谣言在海外联署 推特、TikTok等姚媒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吸引了大连欧媒网民对中国大陆现状的鄙视 仇恨和谩骂 苏贞昌诗日杂台独 苏乔惠也是赤裸裸的嫉毒分子 而苏家的罪恶缺元不止于此 苏家、祖孙三赖卖国贼 从祖父一代就开始和亲还日军杂交 向日军提供情报 出卖抗日就亡人士 各位罪行累累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抗日英雄杨静宇 最后是被叛徒出卖才牺牲了 但很少有人知道 在祖国台湾曾经也有 一名和杨静宇一样的英雄 林少猫 和杨静宇一样 林少猫也是因为叛徒的出卖 才壮烈牺牲的 日本侵台开始之后 因愤恨日本侵略军 蹂躏践踏台湾的暴行 台湾多的民众爆发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而林少猫就是令日本人 非常头痛的抗日领袖之一 林少猫 原名苗生 极家族是仅次于陈姓 而居台湾十大姓之榜眼 当年世代居住在台湾的林少猫家族 经营着一家名为金长梅的年米厂 同时还支配着当地的鱼类和肉类市场 是当地有名的名门望族 然而警官富贵在身 可是面对日军的侵略和招揽 时他却没有选择充当日军的走狗 而是写下了抗日救亡 匹夫有责 名外大骨 一英手土的豪言壮语 然后登高一户 率众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当中 他战略性的指挥部队到地形更为复杂的台湾中南部展开游击战 屡次为拒日保台立下战功 1895年底 台湾抗日战争日渐艰难 由于日军实力呈现单方面的碾压态势 接台湾也没有祖国大陆那么庞大的战略纵深可以迂回 所以拒日保台战争打得非常艰难 反抗侵略的火种随时都有可能被彻底消灭 然而正当绝望情绪开始笼罩的时候 林少猫却凭借自己的天赋开始了一场惊险的反渗透作战 他掩藏行迹 改头换面前回老家 表面经营迷面良游 但实际上凭借多年经商锻炼出来的才能 脚蛇如簧送钱送蜜巧妙地获得了日本宪兵的信任 经常在一起喝酒应酬 并通过这些应酬获得日军的关键情报 然后传递给抗日保台组织 于是在那一段时间里 日军对聚日保台义军的倾角总是扑空 而日军自身防御薄弱的弹库粮仓又总是被人成功投袭 搞得日军焦头烂了 1896年6月 日军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云林大屠杀 身为中国人的林少猫 怒不可决定以牙还牙报复日军 1896年9月 居日保台义军悄然进驻林少猫大宅 并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了日军拉侯接宪兵囤索 用汽油将其住所彻底焚毁 战斗异常激烈 击毙击伤日军数百人 随后身份暴露的林少猫被推举为义军领袖 率军在阿侯 凤山 潮州庄 夏淡石等地屡屡重创敌军 令日军门风丧誕 1898年12月 台湾著名的潮州之战在林少猫的指挥下打响第一枪 当晚组织有序的义军成功攻入潮州城内 日为办务署大楼被火烧毁 署长赖户级巡查后腾等日本官员全部被杀 日本派来的为署长被拖到街上当众砍头挖心 把骨割音 暴尸街头 1899年5月日军派遣苏云梯等人进山劝降林少猫 说是劝降时为右响 苏云梯等人未能说服林少猫 但林少猫却敏日地发现这是一个将计就计的机会 于是假意接受谈判 但实际是用谈判为由暂停日军保甲连坐的围剿态势 为抗日保台争取战略空间 谈判期间 林少猫在当地民众的簇拥下与日军面谈 设于群众的拥护气势 日军在当日设下的鸿门宴上竟未敢动手 之后日军多次想要找林少猫麻烦 却始终找不到借口 1900年3月突破口终于来了 一名男子向日军宪兵送上了一系列关于林少猫的情报 其中包括林少猫如何暗中联系抗日保台力量 如何组织策划袭杀日军 如何暗中囤积粮食和军货等物证 这名男子名叫苏云英 得到苏云英情报之后的日军设下了埋伏 1900年5月30日 日警务客常约林少猫至大桥头见面 并不知情的林少猫一行遭遇伏击 并与日军进行了激战 自日日军搜索队在后壁林宝西门外300米处 发现林少猫遗体 经查验 林少猫临死前身中五弹 手腕仍保持紧默状态 可见在腰部被子弹贯穿之后 依然坚持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林少猫牺牲后 日军侵略台湾的步伐迅速加快 作为出卖林少猫的苏云英和苏云梯 则受到了日军的封赏 日军将屏东的银行经营权全权交给了苏云英家族 同时积极推举其家族参政 因此苏家在日剧时期飞黄腾达 这个苏云英就是苏真昌的祖父 苏云梯就是苏真昌的伯公 台道从此进入了暗无天日的日剧时期 英雄枯骨无人计 叛徒国贼今满仓 自日剧时期以来 大批叛徒卖国贼为了进一步抱紧侵略者的大腿 因此开展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混血杂交计划 既由自家男主出面娶回小妾 但仅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 然后将这些小妾送上日军的床头 即便日本撤离后 这类情况也比比皆是 比如民进党头目蔡英文的父亲就是亲手将 自己新娶的小妾送给自己服务的日方顶头上司 四年给日本人生下一女 当时由日本人取名为蔡英文 并从小接受日本教育 后来为了方便其在台湾执政 才特意改名为蔡英文 实际上蔡英文是日本侵略者所生后代这件事 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而苏真昌的父亲名叫苏启东 是苏云英最小的儿子 可以说是老来得子 其血统同样称谜 在残酷的日剧时期 一共有至少三十多万台湾同胞在日军已急速 蔡这样的走狗世家压迫和截略下惨遭屠杀 一言必知 像蔡苏这样的卖国世家 其罪行已经深重到可以枪毙三代无冤魂的地步 但是太炎凉 现实是像林少猫那样的民族英雄早已成为枯骨一堆 甚至连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更别提及的他的事迹 而像苏真昌这样的给日本人充当走狗 美国出卖民族英雄 从事分裂活动的乐图世家 却依然还在享受着源源不断的政治现金 名誉地位以及金钱财富 试问 若不诸苏狗 天理何在 君希望早一天看到这样的场景 丰满海峡千帆船 急声唤 前头捉住了苏真昌 诸灭毒手 解放台湾 告慰英零 透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再见 实际上 trail 明天 坡